5月16日,日本政府在物价问题关系部长会议中批准了七大电力公司申请的电价上调 活不了了,从6月1日起,标准家庭的电费将增加2078至5323日元了 这过山车是大暴涨 总结原因,还是由于燃料成本上涨 日本的电力公司从去年11月开始申请电价上调 日本东京电力曾在年初表示,活不了了 2023年预计将达到3170亿日元亏损 然而,碰上了默默唧唧的首相岸田文雄2月份的指示 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严格而细致的评估后才能决定 于是,经济产业省要求各公司根据最近的汇率和燃料价格重新计算上涨幅度 结果,明明是电费问题,却话风突变 消费者听却抓住日本电力公司对于客户信息非法浏览等丑闻不放 导致电价上涨率从申请时的28%到48被压缩到14%到42% 真真是平民英雄啊 当前,根据世界各地标准家庭使用电量作为样板比较 纽约美度电26.8日元,香港20.6日元,上海12.9日元 而东京则是35日元世界领跑 还要继续涨价,日本民众纷纷叫苦不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